据统计,共有超过700款疗法已经迈入了中后期研发阶段,相比2007年的数据有着超过6成的极高,PDEPDLE抑制器已在超过20种癌症适应征率得到了应用,过去5年里,共有63款创新疗法获得批准。 这些适应症还带了24类不同的癌症,癌症领域研发概览,从适应症看,不少抗癌新药汇集在三大癌症类型里,数量上,肺癌,淋巴瘤,白血病,分别有11款,9款,9款新药,位置前3,黑色素瘤,多发性骨髓瘤,乳腺癌,膀胱癌,卵巢癌等癌症,也有多种新药可供使用,在过去的10年间, 有关癌症回标题的文章,增上超过300%,从2007年的28000篇增长到2017年的12万篇,我们对于癌症的研究正在不断的深入,而癌症也并非不可战胜,2017年是肿瘤领域成果丰说的一年,我们则见证了14款新疗法的问世,癌症免疫疗法,目前,PDEPDLE至今,已在超过20种癌症, 医癌症里得到了应用,而在肺癌医癌症里的应用超过了半数,达到52.4%,同时,组合疗法的普及程度正在提高,2017接受过组合疗法的患者, 像2016均有上升,组合疗法正在逐渐走向常规,也给患者带来了良好的健康收益,癌症的中医疗法,癌症创新疗法前参,后继。 过去的几十年里,在人类共同努力下,全球癌症死亡率展现出明显的下降态时,美国的癌症总体死亡率,更是下降了25%, 这些都是人类在抗癌战争中,取得的里程碑战火。 目前,香港特区肿瘤中心,已通过互联网平台,开通了在线咨询功能, 和免费为肿瘤患者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